闻着臭 吃着香 宋总 试试吧 等会儿 这才是正确的吃法 怎么样 不错 辛苦了 尝尝这个 这个是吗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 我还会经常在家里做吗 齐思罗 你说你想找个有责任心 有耐心 可以陪你一起面对问题的男人 这些我都可以做到的 偷听得到还挺详细 齐思罗 我可以给你承诺 我们结婚之后 我可以把萱萱 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但是你要让我了解你们 就比如 萱萱是在哪儿出生的 我们又不是伴侣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再说了我也没有问过你 晨晨为什么没有妈妈吧 晨晨一直跟着我 所以你不用担心她们 宋总难得来这种地方 是吧 别凉了 你喜欢吃龙虾 我呢喜欢吃臭萝 和鲜和海鲜养不到一个池子里 就好像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勉强在一起根本没必要 齐思罗 我给她承诺 就一定可以做到 行了 行了 别勉强了 是我 我可以 我要试一试 那个策划案的事 你不是说对我的策划案很认可吗 咱们聊聊 关于你的策划案 其实我已经 我接个电话 好 喂 宋总 佟总推荐的文购商已经等了快两个小时了 好 我马上回来 跟我一起回公司吧 来给好你的策划案 好啊 可是我得回下来一趟 我得拿一些资料 我送你 一会儿你先在办公室等我 好 我去拿个资料 走吧 好 好的 佟总 宋总 会议区那边已经等很久了 要不您先过去 这边交给我吧 那你都能好好解释 老秘书 齐小姐 这是与兰迪终止合作的协议 解约 对 是宋总安排的 好 抱歉 接个电话 喂 打印好了是吗 先确认一下数量有没有问题 好 那先拿上来吧 细节我们现在再调整 接下来 他到底什么意思 你脸色好差呀 不愧是项目出了问题吧 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这个结果了 单纯 佟总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明白 难道浩宇没有告诉过你们 茂林从来不会至少一家合作方 大公司同期笔稿是行规 我因能力不足被淘汰 我可以接受 可他一早就已经决定 用我介绍的广告公司了 你没看出来 他一开始都没打算跟你合作吗 现在不适合他 改天吗 宋总今天不在 他就要带我来跟你核实一下 策划需要修改 要不你把策划过一下呗 行 那我回去看一眼 这一定有误会 我去找他问清楚 自欺欺人到这个地步 你可真是可怜 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 佟洛奇才是他唯一的选择 你只不过是一个调味品 我劝你是去走人 别当了备胎还上了眼 佟总 我是来谈工作的 您想怎么认为 那是您的事 齐斯乐 我实话告诉你 他现在正在跟我介绍的 广告公司负责人签约 你别白费劲了 好 谢谢你 宝贝最好了 我们下次再努力画一个更好的 再获得一个小红花好不好 好 许个愿吧 谢谢小伙伴小伙伴小伙伴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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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